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來第二節的《熱血政治》 繼續《本土起義》 繼續講民主黨 民主黨未來20週年黨慶 原來已經20年了 2月23日 騙了香港人20年 然後德式就是梁振英 杯葛民主黨的20週年黨慶 全部官員都不出席 林鄭那些也不出席 連他的前黨友 副主席 前副主席的張炳良 原本說出席也彈功手 不要啦 一會兒激怒梁振英 共產黨最高興那些 又不出席 理由就是民主黨的黨慶籌款 就會用在普選公投 所以他們就不去 痴痱善 不是 我不是說梁振英痴痴 我是說梁振英痴痴 我不用在節目裡再花時間再講 但我的意思是 民主黨的舉措 其實請梁振英出席他們的黨慶 已經是有問題的 已經是有問題的 但是 是否完全不可以 譬如 如果你Cat 都是我們 我們對民主黨的Cat 將他的Category 就是放在殖民主派 他根本就是 就是消費 消費香港人的民主熱情 然後去爭取他自己的議席 然後 但底裏也是一個大中華膠 亦都是主張就是中共殖民 或者是配合中共殖民 暗地裏出席香港人 當然是不暗了 好爭明 屌你老尾 是港豬才覺得暗地裏 是不是 但是 作為 我們先去 抹掉我們 對民主黨的Bias 我們先抹掉我們 對民主黨的偏見 好了 我們假設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的反對派 一個反對派的黨慶 可不可以邀請一個當地的首長 來出席你的黨慶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 你是一個什麼的環境下 一個就是 喂 如果那個是一個 如果那個是一個 合理的議會 一個有民主的議會 一個 一個合理的議會制度 你那個議會 你那個議會 我先不說民主 因為民主涉及很多東西 民主涉及你的法治 你的教育 你的 你的 民主都會 民主都會 選了一個希臘總理 選了一個希臘總理 但是 就是 你有很多樣東西 有很多樣東西 但是 我先說那個議會制度 好的 你是一個健全的 不要說健全 是一個合理的議會制度 一個合理的議會制度 那麼 你的議會 和那個行政的關係 是一個制衡 是一個 是一個 在一個 法治社會底下 認可的制衡的角色 那你變成 某程度上 雖然你是互相制衡 但是你作為反對派 就算你是一個 逢行政必反 的反對派 反對黨也好 你那個某程度上 都是有一個合作關係 在那裡 因為你是幫忙 achieve 那個三權分難 那個議會和行政 互相制衡 那個 那個關係在那裡 在這樣的情況下 議會爭拗還議會爭拗 你跟著 我黨慶 禮貌上邀請你 你給面子都出席 這樣 我都覺得 不是一個問題 在正常的情況下 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放諸香港 香港議會做什麼 香港議會是沒有什麼 香港議會是沒有什麼 做的 除了拉布抗爭 現在黃毓民在立法會裡面 最主要都是把他那些 最主要都是把他那些 對港共政權的譴責 收錄進去這個 的逐字紀錄裡面 就是扔東西那些 他全都做了 議會抗爭他全都做了 議會抗爭某程度上 都已經有少少 除非有些人 有些突發性的思維 如果你想到 就不知放個屁還是怎樣 就跑去主席台 如果你做得到 屎慢啊 煲煙啊 我都試過去看看 我都試過去看看 然後你真的咬著那些廁紙 這樣咬著 不是那些跑去啊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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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另一個 另一個情況 但是 你現在 那個議會 那個議會 純粹是一個鬥爭的場地 甚至乎已經不是一個 很有力的鬥爭場地 民主黨 他去搞二十周年黨情 我假設他一個正常 我先假設他一個正常的 反對派 我不覺得是的 但是我們先歪歪 我們把這個討論 拉到他一個講諸的水平 我們假設他是一個反對黨 好了 你這個反對黨做什麼呢 你這個反對黨 在這個議會裡面 你們和其他泛民主派 宣稱 宣稱 發起一個不合作運動 就是說 你怎樣 我都不會過你的東西了 我跟你拉到底 雖然實際上 不是見到很大的功效 但是他口頭上宣稱是這樣的 他的姿態展示出來 是跟你拉到底的 應該是否定這個政權的 不是 我不是說應該做什麼 我是說現況做什麼 現況 民主黨表明公開 就是說要跟這個政府 拉到底 跟你徹底不合作運動 是不是 這是他宣稱說的 好了 與此同時 之前 之前是做什麼 之前你是參與了 雨傘革命 你們叫佔領中環 或者什麼雨傘運動 你是參與了 街頭佔領的運動 OK 你然後參與街頭佔領的運動 公民抗命 去抵制這個政府 給壓力這個政府 去跟這個政府死過 然後 還要杯葛這個政改第二輪諮詢 你先不要說 他的抵慮是夠做還是怎樣 你可能有些聽眾會駁我 他實際上沒有這樣做 他實際上 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先不討論這些事情 我們只是說表面那種姿態 他快不合作運動 佔領街道 然後 杯葛這個政改諮詢 好了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這樣不是跟這個政府開戰嗎 你已經跟這個政府開戰了 然後你禮貌上請他來也好 我當你是禮貌上請他來 然後他說不來 然後你說明在電台上 你現在是不是開戰 喂 我還沒叫這麼無賴的人 你自己打人家就行 你自己怎樣對人家就行 然後 我現在籌款你不理 你屌你老母 你哪有這樣 我跟他開戰 你不給我 屌你老母 難道我大香港早晨三百集 就叫老蕭來嗎 這樣 我難道叫蕭若元 屌你老母 你立刻好 是不是立刻要贊助我 大香港早晨三百集 不來 蕭若元你是不是開戰 說出來你都覺得無賴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先不說 我今集不是想討論他 是不是假民主派 是假反對派 我假設你真的是一個反對派 你自己想想你自己做過什麼 喂 我霸了這條路 我霸了這條路 就是跟你開戰的 是不是 我完全是跟你開戰的 我有什麼理由我霸了這條路 沒有你反對派 反對左面 然後天天在喊緊交 然後又霸了這條路 下個星期我買大仇 你不是不動嗎 老子 你霸了這條路 沒有想你也有 你明白那個原理 我現在無端的霸了 我和陳守衛補拜酒 霸了這條路 做過都不給帖 只是給老蕭 然後老蕭說不來 就霸了 不來不要緊 是不是開戰 你想想我又想下閘 是不是想長期下閘 是不是長期下閘 是不是長期下閘 你哪有這樣 我已經不說你作為反對派 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而是你做人 你做人 你做人 有沒有這麼卑鄙 還敢離直氣壯 在這個節目裡說一次 他就說一次 開戰了 就是他沒有說 就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開戰 現在全面杯葛 你自己在議會裡面說不合作運動 他還要提一次 我們現在是 你想想原理 他是恐嚇的 你聽不聽到他剛才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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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播一次來聽聽 多播一次他講那個 我們現在在立法會裡面 播來聽聽 小孩子玩泥沙 林鄭那裡說這些事情 就不影響議員和立法會的關係 以前你是你 給面子派對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你做政治的事 你有活動 我去支持你 還是將來我有 你來支持我 做生意 做什麼都是的 其實不是說政治 如果你是要杯葛 OK 全面杯葛 行了 跟我開戰 我們的黨慶二十周年 不給面子 沒問題 我還在立法會 你說不影響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給面子 我們 我們這些人還在立法會裡面 可以 你這樣全面杯葛 行了 潛台詞就是 你杯葛我 我又杯葛你 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你說明 你就是杯葛了 你杯葛了很久了 家嫂呢 你在杯葛中 要救你 你有什麼理由 在杯葛中 然後叫別人來喝 你信不信我杯葛你 你作為一個恐嚇 不能成立 你作為一個 你作為一個 黑社會 你拋浪頭 你恐嚇別人 你不會燒了別人的房子之後 然後說 你再不還錢 我燒你的房子 你就燒夠了 燒多次 你燒夠了 你還燒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 你怎麼可以在燒了房子上 再燒一次 死灰復燃嗎 表現 你怎麼沒有恐嚇成份 你們還可以 你們又不秤自己的根兩 你杯葛了 哲學上來說 你怎麼杯葛一件 你已經杯葛了一件事 你怎麼再搬葛 除非你出去 拖到屎子給他看 你叫劉慧 咬著紙巾 跑去梁振英 那我說你很厲害 你還可以做什麼 我做梁振英 都不怕你 聽到這個訪問傳達回來 那他還可以再做什麼 你可以在議會裡面再做什麼 連馮偉光也想不到 放火 是不是 問一下馮偉光 以你馮偉光 你的思維 你覺得他們可以再做什麼 我想下次他們可能會在議會裡面 舉兩把傘 每個人 雙刀火雞 對 上次他們每人舉一把傘 今次再強一點 可能舉兩把傘 大把的沙灘傘 對 如果繼續舉下去 那怎麼辦呢 繼續舉下去 就越來越多把傘 對 可能他們會五十堅 這樣就這樣做了 你這樣做 你沒有籌碼 你說不 你佔路 你又做了 全面杯葛 你又做了 什麼事情你都做了 以你們的能耐來說 以你們可以做的事情 你們什麼事情都做了 你現在恐嚇別人 我們去立法會 你現在是不是全面開戰 我真的有一個問題 我真的有一個問題 你這些是金正恩 金正恩那一小時 是夏馬威 金正恩經常跟南韓那一刻全面開戰 你開什麼打戰 根本正在打的 你開什麼打戰 你開什麼打戰 你只是鑄守著那條漢江 已經用了你所有兵力了 你就是鄰居站在那裡 已經毫用了你所有軍費了 我還怕你開戰 你以為我開戰 我都不怕你 就是這樣一個原理 完全不想明白自己的黨 喂 但有這麼說 每一次講完民主黨的話題 反過來當然會吵架 當然會吵架一些選民 喂 你是瘋狂的 你選了這樣的黨 這些人 自己的黨的身份也搞不清楚 自己的黨有什麼籌碼也搞不清楚 還要沒有禮貌 沒有基本的禮節 喂 我不是說 我經常都講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經常都講 你就算你已經不是激進派 就算是激進派 你也可以激進 但你都要講禮貌 什麼叫講禮貌呢 就是說那件事要合乎分寸 我分寸的意思不是說不可以說粗口 甚至乎不是說不可以動粗 而是動不動粗 講不講粗口 不是講那件事本身粗不粗的東西 而是講那件事有沒有正當性 什麼叫做合乎禮呢 就是你適合的地方 做適合的東西 喂 應屌你的時候 漏而不屌非禮也 你明不明白 屌你論語都有講 所以屌你老母下乎於禮的 你明不明白 但是你要在適當的地方做適當的事情 做適合的時候做適合的事情 應該屌的時候就屌想到你反 不應該屌的時候就不要屌 是不是 還有屌你屌得有例子 屌正的目標 屌正的事情 屌正的事情 是不是都亂搞不屌 喂 他們自稱溫和派 這些是亂搞不屌 你跟別人反了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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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理由在反了臉的時候 然後生氣別人不跟你吃飯 瘋狂的 這些就是不合乎於禮 我不是說你不可以跟他全面開戰 但是你應該開戰的時候 你連戰爭禮儀都沒有 打死人就吃什麼的飯 其實應該一開始 他們應該主動地 說今年我們黨慶 二十周年就不能聘請官員 至於此都敢聘請 非常好 你就算聘請 其實 這樣就歪打說另一個話題 作為香港的反對派 如果他仍然是反對派的話 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來說 已經是全面開火 你根本就不應該聘請他 根本就不應該聘請他 反而高調地提起他 說今年不會聘請你 因為正在開戰 這個合理的一個反對派的定位 你沒理由聘請這些人 等於我們之前都屌他的 我們之前都屌他的 之前黨慶 但是問題就是 他不是一個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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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黨 他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假反對派 假反對派 假反對 然後其實實質 殖民支持這個 跟港共合作 這是我們的判斷 但是就算不用這個判斷也好 你這樣做都是 就是你都是 我不懂怎樣形容這些人 你胡亂叫 所以香港的人 你們真是很少 大家一直支持一個這樣的黨 他黨自己定位 又不知道 又不知道自己在這個社會裡面 是什麼身份 什麼角色 還有你考慮到 你也考慮一下 我搞活動 你搞活動我來支持你 你搞活動我來支持他 你那時候 佔領那時候 叫那些人重返金鐘 你不敢發電郵給梁振英 他都是香港市民 你不敢叫梁振英 你現在是舉散 你都在吃屎 你是不是 傻的 你看看那件事是什麼事 但是香港人又覺得沒問題 香港人覺得沒問題 你作為一個黨 你去到 現在去到雨傘革命 去到這個 梁振英 長期那個民望是負分 去到這個 不斷的 有抗爭者 示威人士 現在是 拘捕了幾百個 拘捕了幾百個 我想去到千個都會有 去到四位數字 拘捕的人 提堂 準備提堂 檢控的都幾百個 你怎麼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在20週年 你怎麼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下 哪一條混亂會想到 去請梁振英來 就是你橫明這條混亂 就是你橫明這條混亂 你怎麼會想到這件事 你想完 因為會又沒有人吵咎他 黨沒有人吵咎他 就算在民情的考慮上說 喂 不要啊 不要啊 你想起來都好笑 你自己的黨 在年少 出捲紙巾 用梁振英的黨來敏屎 你後來跟著黨慶 你又叫他來 那你怎樣 送貓紙巾 你給自己的 喂 各位敏督屎來 給我一下 給我一下 我讀屎回來 是啊 沒有理由 大哥 你自己又是在抗爭前線 早兩天還在抗爭 又在拿梁振英的樣子去印紙巾 然後被人查封了 然後又說 到了現在 這個中共 還猛撐梁振英 那你又請他來吃飯 那你又請他來吃飯 對不對 就是沒有理由 你的黨慶 難道你也會抗爭一下 你也會抗爭一下 你也會抗爭一下 你也會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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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會抗爭 那些隊員在做什麼 就是在簽名的位置 都抗爭子 人家擺走 他們全部都是白眼睛 他們全部都是抗爭 你也會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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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棒 那你給梁振英 給梁振英 就說梁振英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嘗嘗 但是香港人又會抗爭 就是 已經不是面目模糊的問題 是連自己 連自己在什麼崗位都不知道 連自己在什麼黨都不知道 但是一個這樣的黨 理論上是沒有人支持的 搞一下搞一下 他不說起我都不知道 搞一下搞一下 原來20年 香港人真是好想好笑 你可以養一群這樣的人 李華明這些人 民主黨這些黨 養他養他 養他養他 養他現在20歲 養他在節目中 還囂張得 其實我只不過聽不習慣 那些人說 民主黨經常都是老是非 我才不選 如果要選的話 一定會選到的 你說明是這樣說的 是嗎 是啊 挺囂張的 他試試試看 你和文靖已經損腳趾 你損到 你老尾損 我沒有什麼評論 可以補充一下 關於這個民主黨 我聽到他剛剛出的那段訪問的時候 我也是聽到 除了他因為黏了線之外 我還是評論不到 因為太小學雞玩黎沙 那我賣廣告 沒有什麼評論 沒有什麼評論 賣廣告 今天都是講連銷產品 今天主要講講這條筋 這條筋 那我想說 你經常都見到我穿 你經常都見到我做節目 但阿聰幫我拿了我們的產品 那張圖 正式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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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常都見到我藍著 但其實我們給小小時間 阿聰要找一張圖給大家看 那就是 我們的款式是怎樣的呢 這個我講了 這條這樣的 這條叫什麼名字 正式叫什麼 你先出了很多個 這條叫做 護頸面罩 好像叫做 護頸面罩 我剛剛才在 我剛剛才在台灣看到 因為我們叫魔術頸巾 好笑的 魔術頸巾 可以收到一些東西 不是 你可以收到一些東西 因為台灣除了有魔術頸巾 還有魔術圍巾 可以有彈性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怎樣接都可以 你內褲都可以收到裡面 魔術頸巾 你可以放電話進去裝叮噹都可以 雞腿都可以收到 你放一支電筒進去裝叮噹 新的內褲拿一支電筒進去都可以 你看到畫面的 不知道左手邊那個 其實是我們這次出的那個款式 你看到那個頸巾是可以 纏著頸巾 又可以拉上頭上去 隨時拉上去 做帽子 我們那個款式是一個嘴的款式 一個 血盤大口的款式 讓大家取其旺角食種的意思 這個就是我們公司的款式 我呼籲大家都會戴上去 因為這個是抗爭必備的 要是你平時逛街 一拉起就已經是 一拉起就已經可以蒙到臉 再加上我們這件這樣的 蓮帽外套 那你一包住 基本上就 就算法國佬都認不了你 但是呢 其實你看到我平時帶開的款式 就不是這個款式 就不是嘴的款式 就是熱狗款 上面就寫著熱血公文 但是這一款就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其實在行動上來說 就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你原本就是不想讓人知道你是誰 屌你老母你又寫了名字 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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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小學生水虎 就是拉著 你猛不到我是誰 然後人家就指 這個就是熱狗 這個就是熱狗公文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的臉就寫著 所以在行動上來說 在行動上來說 就是不合理的 那個設計是不合理的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喜歡 所以做了 又是你喜歡 對 因為我喜歡 就做了一些出來的 OK 又是你喜歡 就是我現在帶這個 行動上是不合理的 行動上沒有理由的 會不會送過那些特別版給我 那我們就是有一個特別版的 就是熱血公文那個就是特別版 送給你就沒有可能的 怎樣才得到呢 我就做了很少而已 就只是做了30條 嘩 練不練你這條 五年 我這條是31條 你是不是想要這條 我帶好 不要 不要 流感很厲害 那只是做了30條 就做了30條 所以在年宵 是限量發售的 OK 是限量發售的 那這30條 當然 我再說一次 我不鼓勵你在行動的時候 用 因為你一帶上去 咦 這個不是要去公文那些 你怎麼知道 那些 那些很像 你寫在臉上 但是如果你不行動的時候 你覺得 或者你是 你是覺得 就是都是一個 去喝啊 例如去那些黨的黨慶 去那些黨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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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都可以遮住的 或者你想做一些陷害 要去公民的 你也可以買的 但是就比較難買 就是30條 限量30條 OK 限量30條 怎麼買呢 當然是年宵期間買 那我們就會分不同的日子 我們連銷都會在現場有節目的 那我就會分配在三四個節目裡面 三至四個節目裡面 就每日 就是你要來聽現場節目 才有得抽部分的現場聽眾出來 然後那幾個現場聽眾 就可以買了 不是送給你 你要買的 就是很便宜 80元 那是 是不是80元 80元還是88元 我忘記了 80元好像是 是很便宜的 但是也要抽到才可以買 那就只有30條而已 只有30條而已 那譬如 我要先編個時間表 星期五就是第一天 星期五就是第一天 那笑死朕就會在那裡做現場版 那笑死朕那一晚 就會先送五至十條出來 那些是送給你買的 不是送給你 那就是 因為限輪只有30條而已 那就不會 就是我們不會 第一天就 就賣光它 大家鬥早來搶 那些就無謂了 那就是 免得有人 有一間法國人就來買幾條 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樣 所以就是 都是限制 每人只可以買一條 那還要是抽到才行 那你就一定要來聽 這個這樣的現場節目 那至於哪一天 哪個現場節目 才有抽到限量 送這個熱血公民版本的護頸面罩 之後再公佈 OK 那這個就是那個安排 這樣 只有30條而已 那其實我 我最初做的時候 秀惠不讓我做 一定不讓 不讓我做 不讓我做 做什麼鬼 那些這樣 因為其實這條是怎樣 這條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我們做了這條根之後 我們那個設計還沒有出 然後在廠裡 就隨便用我們平時印開的 就印上去 給你看看印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然後印了出來 我很喜歡 然後我每天都戴著那些 然後我就死了 我老婆 做多幾條 做多幾條 然後我老婆問我 為什麼她做多幾條 因為我說我很喜歡戴這些 那如果全世界只有一條的話 那就有危險 那賣一定是我 有危險 有危險 怎麼都賣幾十條 出去分散目標 人類不如重複同樣的錯誤 如果全世界只有一條 那一手都這條東西 這個還不是黃楊達 所以怎麼都給我賣30條出去 大家探索一下風險 萬一到時候抓到 她當時抱著這條東西 都不是的 全球都限量30條 我只不過是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 不可以就這樣進去 待會其他二十多三十個 全部都是海外聽眾 這樣就大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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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留意著 至於那個限量是何時 那個限量的護頸面罩 是哪一天發售 我就明天再公布 明天再在節目公布 OK 那就留意明天節目說 那就未夠時間 但是我們就不做那麼長 因為想說的話差不多了 只剩下五分鐘說話 拍拖的心得 很開心 常常放閃光打 心得 沒有什麼心得 扣女兒有什麼 又有心得 你教的 你教我扣女兒 卑鄙 不要說 收錢 遲些開班 開班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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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個特別的日子 今天原來是這個 爺教移民屋的 一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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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這麼久才一百集 早這麼久才一百集 好像不是一百集過了 為何要早這麼久才一百集 因為他遲開一次 是嗎?遲這麼多 烤天後期才在我們做節目 遲這麼多? 我也不知道 今天就 爺教移民屋的一百集 大家稍後留意一下 但是 以我對考天他們的認識 這集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 應該就是這樣 頂大不了 唱兩首歌 這麼厲害 應該也沒有什麼 我們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 OK? 有沒有補充 沒有補充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記住 今個星期五是連宵 大家記得下來多多支持 我們明早大安講早晨再見 拜拜 二血政治 本土起義 好,回來第二節的二血政治 繼續本土起義 繼續講民主黨 那件事是講什麼呢? 民主黨未來就二十週年黨慶 原來他已經二十年了 二月二十週 壓了香港人整整二十年 然後德式就是梁振英 就杯葛民主黨的二十週年黨慶 全部官員都不出席 林鄭那些也不出席 連他的前黨友 副主席 副主席 理由就是民主黨的黨慶籌款 就會用在普選公投那裡 所以他們就不去 瘋狂瘋 不是 我不是說梁振英瘋狂瘋 我是說梁振英瘋狂瘋 我不用在節目裡再花時間再講 但我的意思是 民主黨這個舉措 其實請梁振英出席他們的黨慶 已經是有問題 已經是有問題 但是是否完全不可以 譬如我們對民主黨的category 就是放在殖民主派 他根本就是消費香港人的民主熱情 然後去爭取他自己的議席 然後底裏也是一個大中華膠 也是主張中共殖民 或者配合中共殖民 暗地裏出席香港人 當然就不暗了 好爭名 屌你老尾 是港豬才覺得暗地裏 是不是 但是 我們先去抹掉我們對民主黨的bias 我們先抹掉我們對民主黨的偏見 好了 我們假設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的反對派 一個反對派的黨慶 可不可以邀請一個當地的首長 來出席你的黨慶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 你是一個什麼的環境下 一個就是 喂 如果那個是一個 如果那個是一個合理的議會 一個有民主的議會 一個合理的議會制度 你那個議會 你那個議會 我先不說民主 因為民主涉及很多東西 民主涉及你的法治 你的教育 你的民主都會選出一個希臘總理 選出一個希臘總理 但是 你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但是 我先說那個議會制度 好的 你是一個健全的 你不要說健全 是一個合理的議會制度 一個合理的議會制度 那麼 你的議會和行政的關係 是一個制衡 但是你作為反對派 就算你是一個 逢行政必反的反對派 反對黨也好 你那個某程度上 都是有一個合作關係 因為你是幫忙 Archieve 那個三權分難 那個議會和行政 互相制衡的那個 那個關係在那裡 那麼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議會爭拗還議會爭拗 你跟著 之後 我黨慶這樣 禮貌上邀請你 你給面子都出席 那麼 我也覺得 不是一個問題 在正常的情況下 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放諸香港 放諸香港 香港議會做什麼 香港議會是沒有什麼做的 香港議會是沒有什麼做的 除了拉布抗爭 扔東西之外 是沒有什麼做的 是吧 即是你現在黃毓民 在立法會裡面 最主要都是將他那些 最主要都是將他那些 對這個港共政權的譴責 收錄進去這個這樣的 的逐字記錄裡面 扔東西的那些 他都做了 議會抗爭他都做了 議會抗爭某程度上 除非有些人有些突發性的思維 如果你想到 不知道放個屁還是怎樣 就走去主席台 如果要抗得屎 屎萬 煲煙 抗得屎過去看 然後你一會兒 抗著那些廁紙 不是去那些廁紙 去那些廁紙 去那些廁紙 這樣就另一個 另一個情況 但是你現在 那個議會 那個議會 是純粹是一個鬥爭的場地 甚至乎已經不是一個很有力的鬥爭場地 民主黨 他去搞二十週年黨慶 我假設他一個正常 我先假設他一個正常的反對派 我不覺得是的 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反對黨 但我們先歪歪 我們把這個討論 拉到他一個講諸的水平 我們假設他是一個反對黨 你這個反對黨做什麼呢 你這個反對黨 在這個議會裡面 你們和其他泛民主派 宣稱 發起一個不合作運動 就是說 你怎樣都不會過你的事情 我跟你拉到底 雖然實際上 不是見到很大的功效 但他口頭上宣稱是這樣 他的姿態展示出來 是跟你拉到底的 應該是否定這個政權的 不是 我不是說應該做什麼 我是說現況做什麼 現況民主黨表明公開 就是要跟這個政府拉到底 跟你徹底不合作運動 這個是他宣稱說的 與此同時 在之前 之前是做什麼 之前你是參與了雨傘革命 你們叫佔領中環 或者什麼雨傘運動 你是參與了街頭佔領的運動 OK 然後參與了街頭佔領的運動 公民抗命 去抵制這個政府 給壓力這個政府 去跟這個政府死過 然後 還要杯葛這個政改第二輪諮詢 你先不要說 他底裂是夠做還是怎樣 你可能有些聽眾會駁我 他實質上沒有這樣做 他實質上 他實質上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都是假裝的 我們先不討論這些 我們只是說表面的姿態 他快不合作運動 佔領街道 然後 杯葛這個政改諮詢 好了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這樣不是跟這個政府開戰嗎 對 你已經跟這個政府開戰了 然後你禮貌上請他來也好 我當你是禮貌上請他來 然後他說不來 然後你說明在電台上 你現在是不是開戰了 喂我不是叫他這麼無賴的人 你自己打人家就行 你自己怎樣對人家就行 然後 喂我現在籌款你不理 屌你媽媽 你哪有這樣 我跟他開戰 你不給我 屌你媽媽 難道我帶香港早晨三百 就叫老蕭來嗎 這樣 我難道叫蕭若元 喂屌你 你想好你立刻好 是不是立刻要贊助我 大廣講了晨三百集 不來 蕭若元你是不是開戰 說出來你都覺得無賴 你明不明白 我先不說 我今集不是想討論他 什麼是不是假民主派 假反對派 我假設你真的是一個反對派 你自己想想你自己做過什麼 喂我霸了這條路 我霸了這條路就是跟你開戰 是不是 我完全是跟你開戰 我有什麼理由我霸了這條路 然後說我霸了這條路 我霸了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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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你都要到 你這麼熟悉 我不是跟我說這些 你沒有什麼事 我霸了這條路 霸了這條路 沒有霸了這條路 反了什麼 反了左面 然後天天在我叫霸了近交 然後霸了這條路 下個星期我打敗 你不是不動嗎 霸了這條路 霸了這條路 沒有霸了這條路 你明白那個原理 等於我現在無端的霸了 我跟陳秀慧補拜走 我霸了這條路 做過都不給帖 只是給老少 然後老少說不來 我就是霸了 你不開戰 不來不要緊 是不是開戰 你想想我又想下閘 你這樣 是不是想長期下閘 是不是長期下閘 是不是長期下閘 你沒有 哪有這樣 我已經不說 你作為反對派 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而是 你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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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麼卑鄙 還敢離直氣壯 在這個節目裡說一次 他就說一次 開戰了 他沒有說 就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開戰 是不是 現在全面杯葛 你自己在議會裡面說 不合作運動 他還要提一次 我們現在是 你想想原理 他是恐嚇的 你聽不聽到他剛才的語句 你聽不聽到他剛才的語句 多播一次來聽 多播一次 他講那個 我們現在在立法會裡面 播來聽 小孩子玩泥沙 林鄭那裡說 這些事情 就不影響議員 跟立法會的關係 以前你是來 給面子派對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你做政治的事情 你有活動 我去支持一下你 還是將來我有 你來支持我 做生意 做什麼都是的 其實不是說政治 如果你是要杯葛 OK 全面杯葛 就行了 跟我開戰 我們的黨慶20周年 不給面子 沒問題 我還在立法會 你說不影響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給面子我們 我們這些人還在立法會裡面 你這樣全面杯葛 就行了 前台詞就是 你杯葛我 我又杯葛你 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你說明 你就是杯葛了 你杯葛勾了很久 阿家授呢 你在杯葛勾的 要勾你 你有什麼理由 在杯葛勾 然後叫人家來喝 你信不信我杯葛你呢 你作為一個恐嚇 不能成立 你作為一個 你作為一個 黑社會 你炮浪頭 你恐嚇別人 你不能燒了別人的房子 然後又說 你再不還酒 我燒你家屋 你就燒夠了 燒多一次 你燒夠了 你還燒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 你怎麼可以在 燒了奧入上面 再燒一次 死灰復燃 表現 沒有恐嚇成分 你們還可以 你們又不秤一下自己的根兩 你杯葛了 你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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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杯葛一件你已經杯葛了一件事 你怎麼再搬葛 除非你出去撒屁給他看 你叫劉慧卿咬著紙巾跑過去梁振英 那我說你很厲害 你還可以做什麼 我做梁振英都不怕你 聽到訪問傳回來了 那他還可以再做什麼 你可以在議會裡面再做什麼 連馮偉光都想不到 放火啊 是不是 問一下馮偉光 以你馮偉光的思維 你覺得他們可以再做什麼 我想下次他們可能會在議會裡面 每個人舉兩把傘 雙刀火雞 對 上次他們每人舉一把傘 今次再強一點可能舉兩把傘 大把的沙灘傘 對 如果繼續舉下去怎麼辦 繼續舉下去 就會越來越多把傘 對 可能他們會五十堅 這樣就這樣做了 你沒有籌碼 你說是不是 你佔路你又做了 全面杯葛你又做了 什麼事情你都做了 以你們的能耐來說 以你們可以做的事情 你們什麼事情都做了 你現在恐嚇人家 我們去立法會 你現在是不是全面開戰 我真的有一個問題了 我真的有一個問題了 你這些是金正恩 金正恩那一小時 是夏馬威來的 金正恩經常都跟南韓 全面開戰 你開什麼戰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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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什麼戰戰戰 你站在那裡 已經毫用了你所有軍費 我還怕你開戰 你以為我開戰 我都不怕你 就是這樣就是原理 完全不明白自己的黨 喂 但是有這麼說 每一次講完民主黨的話題 反過來當然要吵咎 當然要吵咎 當然要吵咎一些選民 喂 你們神經病 你們選了這樣的黨 這些人是否很疯了 自己的黨的身份 又搞不清楚 自己的黨有什麼籌碼 又搞不清楚 還要沒有禮貌 沒有基本的禮節 喂 我不是說 我整天都講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整天都講 你就算 你已經不是激進派 就算是激進派 你也可以激進 但是你都要講禮貌 什麼叫講禮貌呢 就是說那件事 要合乎分寸 我分寸的意思 不是說不可以說粗口 甚至乎 不是說不可以動粗 而是動不動粗 講不講粗口 不是說那件事本身粗不粗 而是講那件事有沒有正當性 什麼叫做合乎禮呢 就是你適合的地方 做適合的事 應屌你的時候 漏而不屌非禮也 你明白嗎 你屌你論語都有說 所以屌你老母 合乎於禮 你明白嗎 但是你要在適當的地方做適當的事 做適合的時候做適合的事 應該屌的時候 就屌想到你反 不應該屌的時候 就不要屌 是不是 還有你這裏屌得有例子 屌正的目標 屌正的事 是不是都亂搞不屌 這些 他們自稱溫和派 這些是亂搞不屌 你跟別人反了面 你跟別人反了桌 你有什麼理由在反了桌的時候 然後生氣別人不跟你吃飯 瘋狂 這些就是不合乎於禮 我不是說你不可以跟他全面開戰 但是你應該在開戰的時候 你連戰爭禮儀都沒有 打死人就吃什麼的飯 真是條理老母 其實應該一開始 他們應該主動地 說今年我們黨慶 20周年就不能聘請官員 之餘其餘都可以聘請 你就算聘請 其實 這樣就歪打說另一個問題 作為香港的反對派 如果他仍然是反對派的話 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來說 已經是全面開火 你根本就不應該聘請他 根本就不應該聘請他 反而高調地提起他 就說今年不願意聘請你 因為正在開戰 即是一個合理的反對派的定位 你沒理由聘請這些人來 等於我們之前都屌他 我們之前都屌他 之前黨慶 又會聘請劉夢雄來 又會聘請梁振英來 我們之前已經屌咬他 但問題就是說 他不是一個合理的 他不是一個合理的 他不是一個合理的反對黨 他根本就是假反對派 假裝反對 然後實質直民支持這個 跟港共合作 這是我們的判斷 但就算 剛才說了一堆 就算不用這個判斷也好 你這樣做都是 你都是 我不懂怎樣形容這些人 你都在亂叫 撲你的街 所以香港的人 你們真是很少 大家一直在支持一個這樣的黨 他的黨自己的定位 又不知道 又不知道自己在這個社會裡面 是什麼身份 什麼角色 還有你考慮到 你都考慮一下 他要說 你到最後 我搞活動 你搞活動 我來支持你 你搞活動我來支持他 你到最後 你那時候 佔領那時候 叫人們重返金鐘 你不願意發電話給梁振英 他也是香港市民 你不願意叫梁振英 你現在在舉散 你都在吃屎 你是不是 傻的